我們也啟動了一個三個層面的審核工作 首先我們已經要求港鐵公司 就所有車站的主要工程進行一個審核 他們要就著有關的工作紀錄 員工的安排是否按設計圖則去做工 而且也需要就著一個全面評估策略的方法 去向我們提交一個建議 港鐵公司表示 有關的工作可以在今年的三月內完成 政府會檢視沙中線其他車站 以確認其主要結構工程 有否出現與紅磡站擴建部分工程相類似的質量問題 首先是將檢視土瓜灣站和鑽石山站 相關的工作會在短期內展開 最後港鐵公司也要就它所有工序 所有車站員工證明書申請的過程裏面 向屋宇署遞交所有工作證明 去確認有關的工作合乎安全要求 路政署知不知識 有一些RIC方面決失的呢 其實去年港鐵公司 就是向整間商已經發出一些 不合格工資書 不合格工資書的內容 正正就是有一些RIC方面決失的 我們知識這件事也有更新的 亦都問這裏港鐵公司呢 如果更加多的資源 直至到最近港鐵公司才可以提供到 不過RIC方面決失的 那份是有一個比較大的決失 所以我們覺得事態嚴重 就盡快都向這個工作交往 中間市場可收入 有很多部門 任何公司上看 郭畢業 無人群內容